五中全會在即,從中共體制內傳出更多對現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不利的信息 王岐山的親信人馬不斷遭抓捕 最新一個是董宏,10月2日被抓 董宏曾任中央巡視組組長,副部級高官 董宏自2000年起追隨王岐山,先後在王岐山主政的廣東省、海南省、北京市 擔任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海南省委副秘書長、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 被稱為王岐山的大秘大總管 早些時候,任志強遭抓捕審判,並被判處重刑18年 身為紅二代太子黨人物的任志強與王岐山是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 因為發文批判習近平是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遭到習近平狠心報復 再早些時候,今年2月,武漢爆發大瘟疫,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遭撤職,下落不明 蔣超良,曾是王岐山在金融領域和印記管理期間的左右手,是王岐山一手栽培的親信 臨近五中全會,黨媒又發文重批任志強,列屬他的腐敗情狀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還充當機先鋒,用髒話辱罵任志強,玩政治什麼什麼要乾淨 但吳猛的髒話如同高級黑,因為包括習近平、栗戰書等人在內,這些玩政治的中共高層人物,哪個做到了某某乾淨? 什麼什麼乾淨?實際上,胡錫進另有所指,大概指向任志強的政治靠山,現任國家主席王岐山 而親習陣營的某網站,這發表長篇文章,題為《在五中全會上崛起與運落的眾多中共大佬》 該文盤點在歷屆五中全會上,有人歡喜有人愁 崛起者包括毛澤東、江澤民、習近平等,運落者包括高剛、華國鋒、陳希同等 該文是有暗示,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會由中共大佬級人物運落 這可能暗指王岐山,京城體制內也傳言如此,按理王岐山是國家副主席,動他的職務屬於全國人大的職能 然而,按照中共,黨領導一切,先黨後正的邏輯和順序 如果五中全會先行宣布王岐山的罪狀,進入查辦程序 然後在於明年3月的人大會議上宣布免去他的國家副主席職務,也大致符合中共家規 習近平要扳倒王岐山,呈現種種跡象,身為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家副主席 今年以來,王岐山露面機會寥寥,顯見遭到習近平蓄意阻擾和封殺 除了王岐山的親信、自交、大總管如蔣超良、任志強、董宏等人紛紛落賴 今年2月底,習近平還下令並授意海南省政府把海航集團收歸國有 即收歸黨有,收歸習政權所有 眾所周知,海航集團是以王岐山家族為背景產生的所謂民營企業 就如其他領導人或政治局常委那樣,各自都有各自的白手套 海航集團就是王岐山家族的白手套 而作為海航集團的兩名共同董事長,王健於2018年前往法國旅遊時拍照最強身亡,四處蹊蹺 外界都認為死得不明不白,陳峰則於今年被法院判處不得高消費,也頗為怪異 習近平端掉海航集團,就為給王岐山挪制貪腐罪名不下了網,設下了局 曾然,包括王岐山在內,中共領導人竟都涉嫌貪腐,區別只是誰反腐誰被反腐 乘者為王,敗者扣,王岐山習為刀主,敬為魚肉,或重蹈武則天時期的酷吏周星之請君如問的諷刺結局 而歷史上,那個用請君如問之毒祭,懲治周星的另一酷吏來俊成,最後也落得著遭斬首棄勢的下場 如果說王岐山是周星,那麼王滬寧則極可能就是來俊成 因為,習近平身邊原本就有二王之爭 早先,在習近平第一個任期內,王岐山位居王滬寧之上 但到了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王滬寧後來居上 出自江派策劃極左路線的王滬寧,已經壓倒私承前總理趙紫陽和朱鎔基 相對偏右,較為理性勿實的王岐山,正是春風得意之時 此行,還會結束一位他旦 也有說在我們旅行描迪神尚 道路線上 在那裡,他是由於沙長和朱鎔基 尼山上,先生在邂請 請贊助 tones,簡単不描迪神尚 我ami臨母鎔基 臨母鎔基 你有差勁,右下巴 我不用你 很明天 我